我們把時間再拉回到早一點了 既然是全代會這麼重要的場合 黨主席蔡英文一定是會發言的 你怎麼看她今天的這篇演講 那麼跟年底的七合一選舉 如何來做連結 我想她今天的演講 一方面 除了揭示民進黨未來的 一個路線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 其實不在於年底的選舉而已 而是整個民進黨 在面對2016 就是所謂的重返執政的路上 所必須要去面對的挑戰 跟所提出來的一些方向 我想這個其實是 她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年底的選舉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或是說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 蔡英文想要透過選舉 來去改革民進黨 然後她不會因為說 為了年底選舉 所以改革的事情就不去做 所以她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記得在上禮拜的民主小草 也就是說去號召更多的年輕人 出來選村里長的 村里幹 村里長要參加黨職這個部分 里長跟那個什麼 跟鄉鎮代表的這個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有講過就是說 她不會因為選舉 所以不去做這些事情 我想蔡英文其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就是說 我覺得她其實很清楚 她其實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大家都希望民進黨能夠贏 她講的其實當然不是年底的選舉 而是2016重返執政 所以對她來講 她接任黨主席最主要的任務跟目標 其實就是帶領民進黨重返執政 所以她今天所有做的事情 她現在所有的開展 不管是黨務的改革 開放民進黨 廣大社會各界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為了要擴大 民進黨的社會基礎 不管是在政策 或是在民意 或是在人才上面 或是在選票上面 她所有要做的事情 其實都跟這個有關 絕對不會只是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這次蔡英文的重點 絕對是放在改革 放在2016重返執政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所謂的凍結台獨黨綱的部分